今天要來講風浪的故事 我想這段經文或者相關的經文 我們陸續的在天國文化的這個系列裡面 講到裡面都有跟各位來分享到 風暴帶來生命的挑戰跟機會 我想不會有人否認這樣的事情 在我們當中有沒有人你是 活到現在你都一帆風順 從來沒有碰過任何讓你頭痛的 讓你苦惱的讓你壓力的事情 有沒有這種人在我們當中 有的就把手舉起來 一定是沒有嘛 我們在人生當中一定有碰到風浪 而且我們都一定承認一件事情 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很多困難的事情 其實對我們的生命帶來益處跟學習 風暴帶來生命的挑戰跟機會 這是我們不會否認的事情 但是對我們基督徒來說 我們在人生的困難裡面 我們到底學習到什麼樣的東西 對於基督徒來說 我們第一件事 幾乎都會做的是什麼 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 如果你碰到很困難的事情 你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祷告 沒錯 我們一定會祷告 今天在這艘船上 門徒們也是一樣 他們盡了他們的責任 他們一碰到這個風浪 你想一定是無法處理的 所以他們怎麼樣 跑去找耶穌幹什麼 求救啊 耶穌也起來了 照他們所求的怎麼樣 把風和浪都平息了 看起來是一個完美的一個結局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基督徒怎麼樣 你祷告會怎麼樣 好像不可預期 沒有結果 或不如你想像的 但是今天這個局面不是這樣 對不對 這個風浪很大 這個風浪大到一個地步 門徒沒有辦法處理 他們祷告了 耶穌也回應了 耶穌也平息了 這應該是一個完美的一個結局 對不對 所以耶穌跟門徒說 做得好 我的門徒們 這就是你們每日該做的 這就是你們碰到困難的時候 應該做的 就是怎麼樣 來向我祷告 並且我來為你們回應 我來為你們處理 耶穌是這樣說的嗎 請你不要把經文翻掉 我們來看馬可 剛剛我們所讀的那段經文裡面 耶穌在40節 他是怎麼跟門徒來回應的 耶穌說什麼 第40節 耶穌對門徒說 為什麼膽怯呢 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體會這句話背後 耶穌的一個 用意跟動機 耶穌是很讚許他們嗎 耶穌是很肯定他們嗎 耶穌是覺得你們做的都對嗎 我不知道你們能體會 耶穌在這個話裡面 其實他有一點點責備的意味 你們為什麼膽怯呢 你們難道沒有信心嗎 欸等等 我們禱告啊 神回應啊 事情擺平了解決啊 這不是最完美的一個結局嗎 這不是我們基督徒常做的一種模式嗎 也是我們期待我們這一生就是這樣子 所謂的基督徒的生活跟信仰啊 但耶穌在這裡好像有一點責備 耶穌說你們為什麼膽怯 你們沒有信心嗎 其實在這個船上有兩種人 遇到了風暴的時候 有一種人是 哀嚎 害怕 驚慌 有一種人他有天國的心態 當他碰到風暴的時候 他怎麼樣 好像有人說的 泰山崩於前額怎麼樣 面不改色 好像他不害怕這個環境 他的心好像安慰在天上 在這艘船上這個人是誰 是耶穌 另外一種人就是門徒 耶穌沒有跟門徒說你們這樣子好 你們就是責任就是禱告 我呢就是來回應 那問題呢我會幫你們解決 耶穌在這裡好像有責備 門徒們你們難道沒有信心嗎 耶穌在這邊講到信心 耶穌期待門徒可以怎麼樣 進到一個信心的所在 那個是外在的環境 相對是不能那樣影響你的 相對來說你是不會那麼恐懼 占盡害怕的 是很安穩的 是很平靜的 但是怎麼樣才能進到一個信心的所在呢 今天我從三個方面來跟各位分享 改變你的眼光你就可以進到信心的所在 第二個是與神同工 你就可以進到信心的所在 第三個是每天QT 什麼叫QT QT就是Quiet Time 就是安靜的時間 就是我們基督徒常說的靈修 或者每天早晨的晨更 每天都有QT你就可以進入信心的所在 記不記得之前我們跟各位分享過一個信息 叫做天國的孝 天國的孝 我請你不要翻開馬可福音 剛剛我們看到第四章嘛 我們等一下要翻第六章 第八章 四六八都是馬可福音 其實你看馬可福音 他有一些很特別的記載 他都講到耶穌跟門徒的互動當中 耶穌對門徒有一種期待 他好像期待門徒可以更了解 更認識到有關信心的 有關天國的法則 但是你可以看到門徒在很多狀況 都不是很開竅 這是第一次在風浪當中 等一下我們會再看一次風浪 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兩次的 耶穌讓食物倍增的一個神蹟 馬可福音的第六章 我想請各位來翻一下 馬可福音的第六章 往後翻你就看到馬可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的三十到四十四節 那是耶穌所行的一個很大的神蹟 耶穌用五個餅兩條魚 叫五千人吃飽 這是我們上一次分享過的 一個耶穌的神蹟 五個餅兩條魚 耶穌讓門徒吃飽 不是讓門徒吃飽 讓五千人吃飽 那是一個狀況 就是當時有很多的人觸擁 要去聽耶穌講道 他們在一個曠野很空曠的地方 聽耶穌在那邊講道 聖經上描述 五千人是光男丁 光男人就有五千人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那個場面 可能超過萬人 如果加上婦女加上兒童 到了傍晚的時候 門徒跟耶穌說 我們讓這些人回家好不好 或者讓他們到附近的村莊去找吃的 否則我們沒有辦法處理這麼多的人 他們身上的盤蝉 根本沒有辦法應付這麼大的一個伙食費 耶穌說你們讓他們吃吧 他們覺得這怎麼可能呢 在馬可福音這邊沒有清楚的講到 但是在約翰福音那邊有講到 是一個孩童 他拿出他的五個餅兩條魚 耶穌就把它撥開 讓門徒們把這些餅分出去的時候 神蹟就發生了 在門徒們傳遞的過程中 五個餅兩條魚 所撥開的就分給了超過一萬人食用 並且都吃飽 並且都還有剩餘 這是很難想像的 這個神蹟當中 門徒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是神蹟的參與者 他們甚至是神蹟的執行者 因為耶穌不是說 好 五個餅兩條魚 耶穌就跑到幕後去 然後就一大堆餅一大堆魚 哇 都吃不完 事實上耶穌只是撥開 只是傳遞 每一個門徒這十二個人 他們都是神蹟的 參與者跟執行者 你懂我意思嗎 耶穌他不是躲在旁邊 然後就 轉眼一變 哇 滿山滿谷的食物 大家都吃飽了 耶穌讓門徒也是一個參與者 也是一個神蹟的執行者 所以耶穌透過神蹟 我在這邊講神蹟 你不要光想像 只是那種 瞎眼看見 瘸腿行走 死人復活 事實上神蹟是上帝 在人的生命中做事情 有時候可能是你家庭的一些變故 但是上帝 因為你認識上帝 因為你祷告 上帝為你解決 為你處理 有時候是你財務上的 耶穌是你工作上的 尤其是你生命當中的一些問題 但你經歷到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改變 上帝的更新 我說那個東西叫神蹟 你不要光只想到 瞎眼看見瘸腿行走 或者死人復活 這樣的一種事情 耶穌希望我們參與在 他的工作當中 參與在神蹟當中 但是上一次在講天國的效的時候 我們講到 第四十五節 同樣在第六章的四十五節 到五十二節 神蹟過後 分完秉之後 耶穌又催出門徒上船 剛剛我們讀的第四章的經文 是第一次在船上 耶穌平靜風和海 第六章 接下來所讀到的這段經文呢 在第四十五節到五十二節 上一次講到的時候 跟各位分享過 又一次的在船上 那時候在夜裡 但耶穌沒有在船上 耶穌拆派人徒 你們就坐船過去了 耶穌很特別 他都在船上有一些 特別的教導 那天發生什麼事 在半夜的時候 最深的夜裡 他們又碰到了風浪 行船很不順利 這時候耶穌就 在海面上行走 往他們那邊走過去 他們看見了就很害怕 以為是鬼怪 但是後來耶穌上船了 風浪也就止息了 五十二節是關鍵喔 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 那分秉的事 心裡還是魚丸 投影片上要打出來 馬可福音的第六章五十二節 又一次的在船上 又一次的遇見風浪 又一次的耶穌為他們 平息了風和海 馬可在這邊 為這樣的一段經歷 下了一個註解 門徒們還是不明白 那分秉的事 心裡魚丸 上一次天國的笑的信息當中 我跟各位分享到 事實上耶穌對門徒 有一個期待 他期待在每一次 神機的當中 當我們成為一個執行者 成為一個與上帝同工的人 的時候 我們可以學到一些 關於信心的法則 你想第一次在船上 耶穌為什麼睡著 你想第二次在船上 耶穌為什麼拆開他們 開船出去 耶穌卻沒有與他們同行 這裡是一個關鍵 耶穌故意睡到不醒人 事不理他們嗎 耶穌故意拆開他們去碰到風和海 最後耶穌在粉末登場 好像 好像英雄都是在最後的時刻才出來的 好像彰顯出 哇耶穌就是這麼的了不起 你們就是這麼的無能 你們就是沒有辦法靠你們自己 這是耶穌的用意跟目的嗎 事實上我相信 耶穌在這裡對門徒有一種期待 就是當你碰到你人生的風浪的時候 風暴的時候 風暴的時候 你可以不只是在那邊哀嚎 然後你也不可預期 神可以為你做什麼事情 直到 這個事情過去了 不管這個結果是不是你喜歡的 不管這個結果是不是你期待的 耶穌在這裡對門徒有一個期待 就是他希望門徒可以在一種信心的狀況 自己來面對風暴 並且可以把這些事情處理好 所以耶穌在上一次分柄的神機當中 讓他們成為執行者 讓他們成為與耶穌一起同工的人 耶穌相信在下一次的時候 不一樣的狀況跟風暴裡面 你們可以有一個信心來面對跟處理 但是我說門徒他們 可能沒有看透 他們也沒有被轉變過來 能夠理解耶穌 對他們這樣的一個期待 我請你們翻第八章喔 再看馬可的第八章 馬可的第八章第一節到第十節 耶穌又一次行了一個 讓食物倍增的神機 這一次是用七個餅 兩條魚 讓什麼 四千人吃飽 然後 又上船去了 在第十四節 第八章喔 第八章第一節到第十節 耶穌又一次行了一個食物倍增的神機 然後在第八章的第十四節 耶穌又帶著門徒去坐船 這一次在船上呢 門徒們 忘了帶餅 耶穌就講了 你們要防備西律的校 法利賽人的校 上一次講到的時候 沒有分享這個是什麼意思 但是門徒們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第十六節 第八章第十六節 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吧 十七節之後 耶穌對他們的一個對話 上一次 我有跟各位分享 其實耶穌在這裡 我相信他很生氣喔 我相信他可能是破口大罵 你不要覺得耶穌沒有情緒喔 耶穌在聖殿捷徑的時候 他那時候發很大的脾氣 這一次我相信耶穌對門徒也是說 你們為什麼因為沒有秉就議論呢 你們還不醒悟嗎 你們還不明白嗎 你們的心還是魚丸嗎 你們有眼睛看不見嗎 你們有耳朵聽不見嗎 你們有記憶也記不得嗎 我剝開五個餅給多少人吃 五千人吃 我剝開七個餅給多少人吃 四千人吃 耶穌在這裡好像發火了 我相信耶穌在這邊是破口大罵 馬可第六章 馬可第八章 他們不明白那個分餅的事 馬可第八章 耶穌說你們還是不明白嗎 馬可第四章 我們一開始所讀的經文 為什麼膽怯你們沒有信心嗎 我為什麼跟你們講那麼多 我用三段經文我再講一個事情 今天我們很多基督徒 終其一生 你沒有在信心的所在去與神互動 事實上我們很多時候就像門徒一樣 我們遇到風暴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沒錯我們會禱告 我們也期待神為我們做工 在一個不可預期的時間 自己也不敢去想像 最後這件事情也許過去了 也許結果超乎你所求 也許結果持平 也許沒有結果 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 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他們一生都在這樣經歷 我跟各位分享過 我大一的時候因為很混 因為教女朋友各樣的事情 怎麼樣 我被惡意退學 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個基督徒 我讀一個很好的學校 很好的科系 我被退學了 我覺得我完蛋了 我覺得我人生沒有希望了 那一年怎麼樣 我就準備差大的考試 我每天我去補習班 我讀書 我去讀東吳夜間部的課程 我會做例行的禱告 可是我沒有任何期待 我也不知道我的結果會怎麼樣 我也跟各位分享過 我以前當兵的時候怎麼樣膝蓋受傷 長達半年的時間 你知道當兵最寶貴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嗎 就是休假 阿兵哥只要出營的時候 休假的時候就是最快樂的時候 休假的最後一天 最後一刻要回到部隊裡的時候 就是他最鬱子的時候 放假是這麼寶貴的 你都知道我拿來做什麼事情嗎 看病 看我的膝蓋 我只要一放假我就要去看病 我只要一放假我就在那邊排診 我中醫也看西醫也看 台北所有的大醫院 附健科骨科什麼科的我都看過 我的膝蓋都沒有好 有半年的時間 然後我在部隊裡就很痛苦 因為我跟各位分享過嘛 那個部隊敦式馬桶 因為我膝蓋就傷到 我不能彎啊我不能 所以我都要這樣大便啊 那你就會重心不穩 所以這隻手都要靠在後面牆壁 要不要掉到馬桶裡啊 那這只是一個生活不便 更大的 是心裡的一種 覺得很自卑 覺得在部隊裡面 你不能忍受你的同袍 對你的眼光 就這個人就裝死嘛對不對 出操的時候他就跟班長報告他怎麼樣嘛 半年的時間 所以我很低落 我也會禱告我也會跟神哭 遇到風暴的時候就像門徒一樣 耶穌你怎麼睡著了 每天 每天都哭 握在被子裡 偷偷的哭流眼淚 都沒有好轉 膝蓋都沒有任何的動靜 一直禱告一直禱告一直哭 半年了就這樣過去 甚至也去做過膝蓋的手術 都沒有任何的結果 耶穌為什麼要這樣睡著呢 後來有一天回家了 每天都看病嘛 每次放假的時候都看病 回家了跟我媽在吃飯的時候 你知道我就一直很埋怨 我就一直覺得 這根本就不會好嘛 我到底該怎麼辦呢 那時候我跟各位分享過 那時候我媽就罵我嘛 媽就罵我說 你這樣還要做一個傳道人嗎 你不是說你當完兵了 你就要做一個傳道人嗎 你怎麼意志這麼不堅定 你怎麼這麼沒有信心 他就一直罵我 罵了我非常不高興 所以呢 但是我也沒跟他吭聲 但是他罵完我就出去 然後我一出去 我就心裡覺得 算了死就死吧 然後我就很用力的動我的腳 欸我就突然發現我的腳可以動了 但那時候雖然還是蠻痛的 沒想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我的腳就慢慢可以動了 之前就好像有一個 好像僵直在那邊 好像凍結在那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稍微一動就很痛 但是就這樣莫名其妙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祷告 把他祷告好的 我也沒有期待過這種結果 我曾經期待過 但是隨著時間過去 沒有什麼結果啊 我也不知道上帝要做什麼 這是不是很多時候 你的一種經歷 好像我跟剛剛分享的 我之前被惡意 也是一樣啊 那一年 我也沒有辦法去期待什麼 雖然我每天會讀荒漠甘泉 我覺得上帝安慰我 苦難是化妝的祝福 你一定可以撐過去的加油 可是我每天還是很痛苦啊 當然啦 有好的結果 這兩件事情都有好的結果 隨著時間過去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過這種經歷 或者你的一生都在經歷這樣的事情 我們會禱告 隨著時間過去 事情也會往前推展 也會有結果 或好或壞而已 我們的一生就很像門徒一樣 我們禱告 很多時候是哀求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耶穌根本就睡了 其實他在那邊哀求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這個風暴 耶穌就會為他平靜了 但是有一種人不一樣 他們有天國的心態 他們住在信心的所在 在那艘船上就是耶穌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當他們碰到前面有紅海的時候 後面有追兵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是什麼反應嗎 他們非常的驚慌 非常害怕 他們跟摩西說 你為什麼要帶我們出來 我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 在埃及我們沒有墳墓嗎 我們待在埃及好好的 就做工嘛 沒關係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好好的死吧 今天我們在前面有紅海 後面有埃及的追兵 我們不是被推下去 我們就是被殺掉 你為什麼要帶我們出來 當他們碰到困難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這樣 但摩西是這樣反應的 摩西說你們安靜 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帶我們去 那幾乎 要帶我們去 我們去做過的 這樣就好 我們要帶我們去做 我們去做的 我們去做了 超過210公分的巨人 當時兩軍在對戰的時候怎麼樣 通常會派出一個人 如果這兩個人去打鬥 其中一方得勝的時候 他們有一種協定 就是另外一方要退兵 因為這象徵著什麼 就是兩軍最強盛的 並且是我們背後所敬敗的那個神 在當中的角力跟對抗 所以在那個場合當中 連續校正好多天 以色列軍都怎麼樣 就像那天的那個戲劇一樣 他演得有點誇張 但是他們都非常的害怕 他們都非常的害怕 但是這個當中有一個人 他有一個不一樣的心態 就是少年大衛 當他出來的時候 他甚至沒有什麼裝甲 扫羅本來要把他的盔甲跟兵器給他 但是大衛那時候還是個少年人 他根本沒有辦法穿 他一穿上去就不能動了 太重了 但是他去迎戰的時候 他說你來攻擊我是靠什麼 刀劍跟武器 我來攻擊你是靠什麼 是靠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兩種人 以色列的軍兵 他們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 他們非常的驚慌 害怕恐懼 但大衛有一種天國的心態 他不害怕 大衛摩西 耶穌他們都有天國的心態 他們住在信心的所在 他們站在神的應許上 在環境變動的時候 在困難的時候 他們不會那麼的害怕 他們裡面有一種平靜安穩 有一種很踏實的一個信心 今天很多基督徒一輩子 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一種信心的狀態 他們就是反覆在一種循環裡 碰到事情 哀嚎 終於事情一定會過去嘛 你不是基督徒事情也會過去啊 你不是基督徒 你也可以期待有好結果 壞結果 或者持平的結果 一輩子都在這個循環裡面 我剛剛是提出我的兩個 我被二一退學 但是我後來怎麼考回了我的學校 我的西商 可是沒有人教過我 我以前做基督徒的時候 沒有人教過我 你可以用一種不一樣的心態 來面對你的人生 跟人生的困境 信心的所在改變眼光 你就可以進入信心的所在 耶穌在這裡跟門徒 一直講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們不明白嗎 你們還是魚丸嗎 你們沒有信心嗎 耶穌其實期待 門徒在 經歷神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的心境轉變 他們的思想改變 他們的眼光改變 與神同工才能進入信心的所在 我剛剛說過不是被動的哀求神 乃是你可以在你每一次 經歷上帝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覺察到你自己的角色 其實耶穌很期待 在他的工作當中 我們都扮演一個角色 其實你縱觀整本聖經 聖經的原則不是 人哀求神就介入 事情就完滿的解決 這不是聖經的原則 聖經的原則是 神與人同工 一同做工啊 神與人同工 神可以用天使做事情啊 有時候你看舊約 你看新約 有時候神會這樣做事情 但大部分的時候怎麼樣 神透過人來做事情 透過信奉他的人來做事情 神與人來同工 我們可以去正視自己在神機當中 所扮演的角色 樂多現在比較大 他就會自己玩 樂多是我的女兒 我發現他有時候玩的時候 他就會發脾氣 玩什麼東西呢 譬如玩拼圖的時候 當然他玩拼圖 已經很簡單那種四片了 四片就拼起來了 可是他還是不太會 就拼不到 就倒不下去 他就會很生氣 在那邊大叫 或者在那邊哭啊 或者玩一種玩具 就是有一個空盒子嘛 然後有很多各樣形狀 三角形圓形正方形 然後上面有那個形狀的洞 他就可以塞進去 形狀吻合的時候 就可以塞下去 形狀不吻合的時候 就塞不下去 那小孩子一開始一定不知道啊 他只覺得有洞 然後他要把那東西塞進去 塞不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很急 就會開始哭 或者開始大叫 開始生氣 或者他就不玩了 做爸媽的都會怎樣 你會馬上伸手 就把那個東西把它弄好嗎 我的做法 我就會在旁邊看 我會鼓勵他 我會說樂多慢慢來 你試試看 你可以的 這個形狀是什麼 你要找一樣的形狀啊 你要去try啊 你要去嘗試啊 慢慢的他就會了 拼圖他也會拼了 這樣的玩具 他也會玩 很多時候 神讓我們遇見風暴 神在那邊等我們 耶穌不是故意睡著的 喔不對 耶穌是故意睡著的 我相信 耶穌不是不小心啊 太累了就睡著 而且耶穌又很累 累到 一開始還叫不醒 你看連那個風浪 耶穌居然都沒有被咬醒耶 耶穌也不是 在第二次的行船的過程中 獨自的把門徒拆出去 他就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然後到了最深的夜裡 半夜的時候 他就踏在水面上過去 然後要驚嚇他們 然後來個粉末登場 然後來個英雄 是最後一刻才出現的 耶穌都不是這樣的 你懂我意思嗎 耶穌在等我們 耶穌他睡著 他是有目的的 他相信我們在神跡裡 可以扮演一個角色 當我們與神同工的時候 那個風暴 我們可以有一種 不一樣的心境去面對 以致那樣的狀況 我們可以去處理的 不用等到最後一刻 有的人會這樣說啦 上帝都是在最後一刻才出手 這樣就可以顯出 他有多偉大 多有能力 我們都已經到了一個 最絕望的境地的時候 上帝才出手 其實你這樣聽 你會覺得這個上帝 怎麼每次都要來這一手呢 很多時候上帝不是等到最後一刻才出手 他在等我們 只是他一直等到 我們都沒有反應 沒有回應 我們已經哀嚎到一個地步了 我們不知道自己在神的工作當中 所應該扮演的角色 在神機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不知道我們可以把那個拼圖拼起來的 我們不知道我們可以把那個玩具把它倒起來 我們就一直哀嚎 當然哀嚎到最後一刻 我還是會幫樂多把那個事情做好啊 可是那樣很遺憾 你就錯過了 神要帶領你到一個不一樣的境界 一個信心的一個所在 事實上聖經有很多經文都是這樣講的 這裡有三段經文 哥林多前書說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 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試探你一定能承受的 耶穌說我的惡是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輕神的 這個加給你的惡跟擔子是容易又輕神的 你一定可以擔的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如何 神一定給你力量 可以面對你現在的境況的 聖經裡面一貫的是這樣子講的 可是我們都覺得我們一定不行的 然後我們就一直哀求到最後一刻 可是耶穌他睡 其實對我們有一個期待 他期待我們起來 在神機當中也是 自己的角色去扮演去回應 其實神已經赤下智慧能力 資源跟工具 我請你去回想你過去那一年 你碰到人生很大的一個困境 你現在在去回想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神已經給你足夠的資源跟工具 讓你去面對那個景況 其實神是有的 我這個禮拜 在聚會的時候 我聽到一個見證 一個弟兄 他就在講去年 他是一個老闆 他在講他的公司 去年的時候他有一個計畫 年初的時候 他計畫開拓新的據點 那就需要相當龐大的資金 但是在另一刻也有一個機會 就是他的親戚 找他在埔裡投資一塊土地 當然他們有一些墓地 他們都是很好的基督徒 他們希望買那塊土地 有一些用途 可以蓋一些 像基督教的退休營地啊 或者聚會的場所 但是他很了解他的財務狀況 他沒有辦法同時負擔這兩項事情 所以他就一直在想 一直在計畫 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個夢 他夢到他在打棒球 而且他怎麼樣 他把對方雙殺 他夢一起來 他就跟他太太分享 他做的這個夢 他太太當下就有一個領受 就跟他說 我覺得神要你雙殺 你敢不敢 當下他覺得他不敢 他已經十多年在經營他的公司 其實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賺了很多的錢 然後過去很多的 在經營管理上很多的困難 神都帶他度過 但是在那一刻 他知道他沒有信心 面對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財務狀況 其實他大學的時候 就是學財務金融 所以這方面他掌握得很好 他覺得以他的能力 絕對不可能負擔兩項的投資 但是他太太跟他講的 他一直放在心中 他太太是他很忠實的一個代導者 有一天他在導告當中的時候 他覺得他突然有一個信心 好像可以去這樣嘗試 他就跟他太太說 我們來試試看吧 他就真的這樣子試了 他就開始開脫他的新的據點 當然這有一些他的 他自己的一些堅持 他說他這麼多年 他在經營公司 他借錢只跟銀行借錢 他不跟人借錢 所以當下的那個狀態當中 他就有一個試探 就是說我可以去找一些我的親戚 或我認識的人 手邊有一些閒錢的 因為你跟銀行借錢 其實是有一個限度的 所以他就有這個試探 可是他又覺得這個試探 其實神給他的一個挑戰 所以最後雖然有試探 他還是堅持 他不要跟人借錢 他就左手開始去開脫他的據點 然後他也開始跟那個地主在談 很特別的 這個地主 真正的地主 其實是住在澳洲 是這個台灣在處理的人的女兒 所以呢這個地主 他要到五月的時候 才能回來台灣 跟他來簽約 所以當下就有一個時間的緩衝 他就先交一個部分的定金 沒有那麼大的資金的壓力 很感謝神 所以就等他五月 就是地主也來了 然後也很好的一個協調 然後就可以來簽約 然後這個地主很阿沙利 他就說簽約 他就按那個尾款就是 就是隨便啦都可以啦 然後就看那個啦 他就很阿沙利這樣講 但是這個弟兄怎麼樣 他其實是臉皮很薄的人 其實對方這樣說也不是真的 你就可以無限的怎麼樣 什麼時候再還都可以啊 所以呢他當下他就 想要就是按照這種買賣的這種慣例嘛 就是什麼時候 付二款付三款付尾款 就是要跟對方來簽約的時候 突然他的太太就冒出一句 不然一年吧 一年我們陸續把款項 就一個階段一個階段還完 當下怎麼樣你知道嗎 那個地主就變了臉 但是他也知道他剛剛好像講錯話 講得太快了 但是又講出口了 這個協定就這樣成了 所以後來陸續的款項也 到了時間也就到位了 也就把這個土地 這個投資也處理完 這個弟兄他在這個過程 他經歷到一個很不一樣的事情 他超越他的信心 去成就他以前不敢去嘗試的一個事情 但事實上神在這個過程當中 已經賜給他足夠的資源工具 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挑戰 並且他在跟我們分享的時候 其實他是在挑戰我們 對神有更大的一個期待 因為上帝是不可限量 你看經過了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看他的信心也在一個不一樣的基準點上 不斷的往前去攀升 事實上在我們那個小組裡面 還有一個姐妹 她之前分享過 她為什麼很喜歡參加這個小組 她說因為她在這個小組長的身上 她看到能力 其實她說的能力不是那種專業的能力 不是那種人脈 不是那種調度資金 不是那種經營管理 不是那種屬世的那種能力 我知道她在講的 是那種屬林裡面的那種信心 那種踏實 那種好像安穩在天上 然後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 因為在每一次經歷神 每一次的神蹟當中 你都明白到自己的角色 你的信心就在一個不一樣層次當中成長 你懂我意思嗎 這樣的人他們的信心 是往信心的所在去推進的 他們在走一個道路 是像耶穌一樣 像摩西一樣 像大魏一樣 那當然很多數的基督徒 他們是怎麼樣 在一個循環裡面 碰到事情 哀嚎 那事情 終於會過去的 但是你也不知道上帝做什麼 或者你知道 但是隔一段日子 你去回想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不是我心理作用 是不是臭巧 是不是運氣好 是不是剛好就那樣 所以你在下一次碰到 雖然是不一樣的事情 但是人生的困難跟挑戰的時候 你會同樣的驚慌跟害怕 你不會從過去對神的經歷 跟神蹟當中學到功課 你過去五個餅兩條魚 你經歷過 你在行船在海面上的時候 你害怕 過去耶穌平靜風浪的時候 你第二次在行船的時候 你害怕 你第一次在五個餅兩條魚的神蹟的時候 你第二次七個餅 四千人你還是害怕 然後到一個地步 耶穌就說 你還是不明白嗎 你還是魚丸嗎 你有眼睛看不見嗎 你有耳朵聽不見嗎 今天很多基督徒是這樣 我們說到信心的所在 改變眼光 與神同工 還有一個很踏實的 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強調的 每個禮拜都在強調的 就是與神的關係 每天的那個安靜的時間 Quiet time Quiet time 每天那個安靜的時間 你知道信心不是一蹴可及的 信心不是在那個時刻就會跑出來的 信心其實是在事前 是在每天 是在你與神獨處的時候 慢慢去累積的 信心的能量是慢慢去累積的 每天與神親近的時候 你就可以儲備你信心的能量 你慢慢的會創造出 會營造出一種 你內裡的那種平安 跟一種堅定 所以當你在碰到困難的時候 你不會那麼驚慌 你懂我意思嗎 信心不是一蹴可及的 信心不是很神奇的什麼東西 信心也不是一種感覺 有的人碰到困難的時候 他就有一種感覺 一定可以怎麼樣 但事情也未必就會那麼樣 信心的能量是在每天去積蓄的 當你進到困難的時候 你裡面的那種平靜跟安穩 就會自然的流露出來 你就不會驚慌跟害怕 你甚至可以按著神給你信心的程度 去面對那個挑戰 並且期待神有一個很特別的結果 在這個當中 6月17號的時候 我們的原油會 我們的跳蚤市場 我們不是停辦了嗎 那個禮拜不是天后的狀況都很不好嗎 然後最後在禮拜六的下午 我們決定把它停止 然後到禮拜天的早上 就是我們原定的要辦活動的時間 天氣是怎麼樣的 是大晴天 超級好的 是這一個禮拜你都沒有見過的 好 那個時候我們在主日聚會的時候 就跟大家分享 神要我們同心的一個信息 神看重的是心 不是事情 神看重的是我們有沒有 連結在一起 有一個共同的意向使命 對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一個共同的負擔 但事後我們同工在一起討論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結論 就是我們自己啦 我們同工之間 我們還沒有禮拜到一個信心的所在 以致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很正確的決策 當然最大的責任一定在我的身上 那個禮拜我都在看天氣 那個禮拜六下午 過了中午就開始清盆大雨 我看著天氣的時候我就禮拜 我有禮拜喔 可是我不是很清楚神要我怎麼做 停還是繼續 停還是繼續 那我就問我的同工 其實大家都一樣沒有頭緒 但一定要有一個人做決定 信心或者你當下 你能夠去面對一個狀況 一定不是在當下生出來的那個信心 他是在每日去積蓄的 是在你與神的關係當中 慢慢去領受的 所以我們才有一個結論 我們都沒有祷告的夠清楚 以致可以做出一個最合神心意的一個決策 我覺得這是第二個我學到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功課 相反的我剛剛說在那個小組裡面 那個姐妹說 她從這對小組長的夫婦身上 看到這樣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 這對夫婦那個姐妹 她這個禮拜她就分享 她說她是一個代導者 她很喜歡禱告 她很喜歡每天與神親近 她說一天不吃飯 她不會覺得很怪 可是她一天如果沒有花時間給神 她會覺得那天很怪 渾身很不對勁 她說她國中信主 她就開始很認真地讀聖經 到今天 她說她聖經讀過17遍 很多人很認真 兩年都讀不完一遍聖經 你很認真 你都不一定兩年可以讀過一遍聖經 她讀過17遍 你就看到那種信心 不是事情來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出來的 其實是在每天與神的關係當中 逐漸逐漸去累積的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那種態度 或所流露出來的東西是很不一樣 所以另外一位小組員 他會說他很喜歡參加這樣的一個聚會 他會說在他們身上他看見能力 當然不是裝出來的 那個就是自然而然 每天不斷的累積出來的 可以請彩結上來 我們要有一些時間來禱告來回應上帝 我想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並不是很艱難的 並不是你未曾聽過的 但是是我們幾乎沒有經歷的 我們很多時候像門徒一樣 我們很多時候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樣 我們碰到了紅海 我們很多時候像以色列的軍兵一樣 我們碰到了哥利亞 我們像門徒一樣碰到了風浪 我們的第一個反應都是禱告 我們年復一年 我們基督徒的生活生命 我們信心的歷程 就是不斷的在這裡面循環 我們看見有一些人 他們是在信心的所在 他們的生命不太一樣 他們所流露出來的東西不太一樣 我們不知道自己怎麼到那樣的一個境界 但耶穌也不希望我們只是這樣 耶穌整著頭在船尾睡覺 但是他對我們有一個期待 耶穌行完了五個兵 兩條魚的神蹟之後 他也對門徒有一個期待 他們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雖然耶穌很多時候在最後一刻 他也會伸手把那個事情處理 但我要說他對我們有一個期待 他的期待就是我們去期待 期待一個無可限量的上帝 你明白嗎 耶穌的期待就是我們去期待 我們憑著信心去期待 那一位不可限量的上帝 你的人生當中現在 面臨到風浪 面臨到不確定嗎 面臨到挑戰嗎 還是你都很平順 沒有什麼大事情 沒風沒雨沒浪 沒風沒雨沒浪 但是我相信每一個人 你對你現在所生活所經歷的 你一定有一個不滿意的地方 你一定有一個想改變的地方 你一定有一個希望可以突破的地方 也許不是大風大浪 好不好你今天把那個東西 帶到上帝的面前 帶著信心來到耶穌的身旁 你說耶穌我相信 只要我願意 你可以與我同工 你已經把足夠的資源工具 放在我的手中 你不要我無止盡的哀嚎 你不要我不抱任何期待 過著好像平淡如水一樣 你想改變的 你想突破的 你那個不滿意的 你那個大風 你那個大浪 好不好你今天用一個不一樣的態度 不一樣的信心來面對 把他帶到耶穌的面前 憑著信心來向神求 憑著信心相信 是的耶穌 我的日子如何 我的力量也如何 你必不讓我遇見那個試探 是我不能去承擔的 你必不會讓我擔一個擔子 是我不能去背負的 一定有辦法 一定有出路 一定可以解決 只要我願意與你同工 只要我願意憑著信心來到你的面前 那個東西就會改變 也許是自我的家裡 也許是我的工作 也許是我的事業 也許是我一直在期待的一個 會改變的一個東西 好不好 把那個東西帶到上帝的面前 用信心來求 支取神所賜的一個權柄 一個能力 宣告神所賜的得勝 跟更新改變在這個當中 我們用一段時間 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祷告 我願意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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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到它 我願意憑著 我願意憑著